大家好 欢迎来到胖胖说故事 在我国古代封建历史上 明朝是太监祸乱最为严重的朝代之一 另外两个分别是东汉和唐朝 明朝历史上出现了很多著名的宦官 这些人有的对明朝有功 有的给明朝带来了严重的灾难 其实朱元璋在建立大明朝后就给太监们立下了规矩 他要求宫里的太监不能识字 也不能与朝中的大臣来往 他甚至还特地找人写了块牌子挂在宫门上 上面写着 内臣不得干预政事 为令折斩 可是即使朱元璋定下这么严厉的规矩 也没能防止住明朝太监干政的情况 后世很多太监都参与了朝政 本文就跟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 明朝历史上八位著名的大太监 一 郑和 郑和是明朝初年著名的太监 历经明太祖朱元璋 建文帝朱允文 明成祖朱棣 明仁宗朱高斥和明宣宗朱瞻基五位皇帝 是一位对明朝有大功的太监 郑和是云南人 早年被分配到燕王朱棣身边当差 禁难之役中 郑和立下大功 被朱棣赐姓正 朱棣即位后 郑和在永乐三年 1405年 至永乐22年 1424年的19年中先后六次下西洋 仁宗朱高斥继位后 停止了下西洋的行动 于是郑和被任命为南京守备太监 宣宗朱瞻基继位后 郑和在宣德五年 1430年 受命第七次下西洋 也是他最后一次下西洋 郑和下西洋 是15世纪初夜世界航海史上的空前壮举 对中外经济文化交往起到了积极作用 二 王震 王震是明朝历史上第一代擅权的宦官 历经明城祖朱棣 明仁宗朱高斥 明宣宗朱瞻基 明英宗朱祁镇四位皇帝 主要活跃于明英宗时期 王震原本是一个落地秀才 或许是他觉得走科举师徒这条路太慢了 于是就自己淹了自己进宫当了太监 王震为人比较圆滑又读过书 后来得到明宣宗的喜爱 让他服侍太子朱祁镇 等到朱祁镇继位后 王震一跃成为司礼监掌印太监 成为宫中太监的头 同时还掌管了东厂这个特务机构 可以说是全是滔天了 正统七年 1442年 太皇太后张氏去世 三杨内阁中的杨荣已经病逝 杨世奇因为儿子杀人而引咎辞职 只有杨浦在朝 而杨浦也老了 心机又没有杨荣多 新进入内阁的两位内阁大臣又没有资历 所以没人能压得住王震啊 此后王震开始了自己的专权之路 他勾结内外官僚 擅作威服 在京城东造豪华府地 大兴土木 公卿大臣称之为温父 争相攀附 正统十四年 1449年 瓦剌大举入侵 王震力劝殷宗亲征 途中又要殷宗兴其魏州宅地 以至丹雾行城 行至土木铺时被瓦剌兵追至 全军覆没 殷宗被俘 王震自己也被杀 三 汪植 汪植主要活跃于明宪宗成化年间 西藏厂宫 汪植是广西大藤来瑶族人 成化元年瑶族叛乱 大将寒庸平定瑶族叛乱后将汪植掳到了京城 两年后汪植被晋身入宫当了小太监 事后万贵妃 后来成为御马兼太监 因为聪明伶俐得到明宪宗的喜欢 逐渐走上高位 成化十三年 1477年 明宪宗为了想多知道一些内宫外面的事情 就从锦衣卫的官员 小校中选出善于刺探情况的总共一百多人 成立了西场 汪植被明宪宗任命为这群人的老大 汪植相比于前辈王震 品行要好一些 他曾借寻编之名进行邀功 但是在成化十七年 他身为监军三度抗击入寇大同 宣服的一丝马鹰部 取得黑石牙大捷 稳定编制 此外他还曾奏请暗文科立设武科乡 会士 把武科扩大到乡士和会士 使武举逐渐发展成为 与一般文师考试相对等的体系 有利于武科人才的全面选拔 成化十八年 1482年二月 汪植受命总镇大同 宣服专镇大同 后多次遭到弹劾 最终被霸职夺奉 处为贤人 不知所终 四 刘景 刘景是明朝比肩王政的一个大宦官 他主要活跃于明孝宗和明武宗时期 刘景在六岁的时候就晋身入宫当了太监 后来被派到太子诸后赵身边侍奉诸后赵 诸后赵继位后 刘景更加受宠 与其他七位太监合称八虎 刘景位居首位 在明武宗诸后赵的放动下 刘景借皇帝之名圈占了三百多处皇庄 这些做法引起了朝臣们的警惕 刘景不断受到弹劾 但不仅毫发无损 还升任四里坚掌印太监 自正德二年 1507年起 刘景开始掌控文武百官的升降和任免 百官见他纷纷跪拜 贪污不计其数 权势炙手可热 被识人称为立皇帝 而诸后赵则被称为做皇帝 寓意掌握大权的人是刘景 而非诸后赵 正德五年1510年 八虎之一的张勇和御史杨一清 奉命去平定安化王的叛乱 叛乱平定之后 太监张勇利用献抚之机 向武宗揭露了刘景的罪状 揭发了刘景的十七条大罪 明武宗大怒亲自去抄刘景的家 从其家中查出金银数百万两 并有围洗 玉带等为禁物 在刘景经常拿着的扇子中 也发现了两把匕首 武宗见状大怒 终于相信刘景谋反的事实 下诏将刘景临时处死 并废除刘景变法时的一切举措 武 冯宝 冯宝是明朝嘉靖 龙庆 万历年间的大太监 是一个对明朝有大功的人 冯宝在嘉靖年间 曾担任司令监丙比太监 龙庆元年1567年 冯宝提督东厂监管御马监事务 龙庆六年1572年 冯宝通过联合张居正 驱逐高拱 得以担任司令丙比太监 司令监掌应太监 明牧宗去世后 冯宝矫照成为顾命大臣 掌权后支持张居正推行的一条边法 使大明政权一度出现复苏局面 史称万历中心 万历十年 张居正因为劳累过度 在任上病逝 太已死 冯宝即被吸到御师里之尚书弹劾十二大罪状 借到奏章的宋神宗也批示 冯宝欺君度国 罪恶深重 本当显露 念系皇考复托 效劳日久 故从宽驻将奉狱 发南京新防贤柱 就这样在万历年间 冯宝在皇帝的主持下倒台 被发配南京孝陵重彩 回到家中贤居不久 便在万历十一年病逝 六 陈举 陈举主要活跃于明神宗万历年间 堪称是明朝最正直的大臣 死后百官送葬 陈举九岁时就入宫当了太监 加进二十九年 一五五零年 达达安达汉率兵 在边境抢掠 逼近金师 太监高中全副武装参与防守 立下功劳 陈举十分敬佩 所以立志要金氏记名 治理国家 从此经常留心有关政治 经济的事 万历二十六年 一五九八年 陈举以四里坚兵比太监 掌管东厂 他为人正直 有度量 能顾全大局 常常说 我只守着八个字 就是祖宗法度 圣贤道理 所以对那些犯了错的大臣和宗室子弟都给予了比较好的待遇 万历三十一年发生了震惊朝野的妖书大案 人人自危 有心人想要抓住这个机会铲除一击 便努力拉拢陈举 但陈举自有打算 他根本不想借此事掀起腥风血雨 如果把事情越闹越大 只会霍乱朝廷 他只想在伤害最小的情况下 尽快将此事处理 后来他将罪名强加给了一个犯了死罪的无赖身上 妖书大案得以平息 万历三十三年 一六零五年 陈举以掌东厂 兼掌私立坚硬 急纠正 监察大权于一身 这在明代宦官中也是少有的 但是他并没有平几手中的权力胡作非为 权倾天下而朝臣不济 万历三十五年 一六零七年 陈举去世后万历皇帝赐他轻中二字体育祭祠 文武百官都纷纷上场为他调咽送葬 在他下葬时 穿着素色衣服来送葬的人多到将街道堵塞 后时称为贤幻 七 魏忠贤 魏忠贤是明朝末年著名的大太监 被称为九千九百岁 主要活动于明西宗时期 魏忠贤早年算是一个小混混 因为跟人赌博输了 就淹了自己入宫当了太监 后来他与天启皇帝朱游孝的如母客室勾搭上网 朱游孝继位不到一个月 就封封客室为奉圣夫人 也把魏忠贤从西兴司升任司礼监禀比太监 此后魏忠贤大权在握 加上朱游孝整天痴迷于做木工 朝政也不管 魏忠贤利用这个空档把持朝政 排除异己 已知人们只知有忠贤 而不知有皇上 另外那些产媚知人称呼他为九千九百岁 距离皇帝的万岁也就只差一百岁了 比较幸运的是 天启皇帝命短 当了七年皇帝就去世了 继位的崇祯皇帝打击成之燕党 致魏忠贤十大罪 刚一登基就命锦衣卫逮捕魏忠贤 押回北京审判 魏忠贤自知难逃一死 行到赴城时上到自杀 其余党亦被肃清 八 王承恩 王承恩是明末著名的中奸 单凭他陪崇祯第一起训国这件事 就足以让他轻始流明 王承恩一路坐到了司礼监 禀比太监 深得崇祯信任 当李自成打到北京城时 满朝文武没有一个人敢领兵前去御敌 只有王承恩自建 李自成攻入北京城后 崇祯帝到眉山上自已身亡 王承恩此时也不能为崇祯帝做什么 随即他也吊死于旁边的海棠树上 跟随崇祯帝一起为大明朝陪葬 好了 今天就先说到这边 记得订阅按赞分享 胖胖说故事 我们下次见